大家好,我们是第六组 组员有通讯工程研究所的李轩莹、黄文龙、王彩竹 我们的题目是在ESP32上运行手势辨识的模型 我们制作了一个互动的游戏 透过上述规则与ESP32CAM进行游戏 左边的一刀未剪影片显示了我们的互动实际情形 我们制作了一个互动的游戏 透过上述规则与ESP32CAM进行游戏 左边的一刀未剪影片显示了我们的互动实际情形 我们制作了一个互动的游戏 透过上述规则与ESP32CAM进行游戏 左边的一刀未剪影片显示了我们的互动实际情形 我们制作了一个互动的游戏 透过上述规则与ESP32CAM进行游戏 这是我们系统的主轴 首先网页显示手势 玩家必须拍下相应的手势才能攻击怪兽 资料集有10种手势 我们取其中7种手势做辨识 摆出手势后 使用ESP32CAM拍下照片 前处理也在ESP32CAM上处理 一些在MenuConfig特别配置的参数如下 关于相机的设置 我们将相机设置为拍摄96x96的灰阶图像 其他PIN角相关的配置不赘述 在初始化连接到WiFi后 会持续探听是否触发拍照功能 触发拍照功能后 分别进行拍照前处理后加入风包传送到伺服器 灰阶化以及Resize都经由设置完成 因此我们只需要二直化成序列 最终伺服器收到的资料如有 照片上传之后 同时触发ESP32CAM的辨识机制 伺服器主要有这四种功能 透过Flag以及Label交互触发 对于ESP32CAM 它跟伺服器唯一的互动就是上传照片序列 ESP32S3向伺服器请求资料 透过Flag辨别是否传输相片分类出结果后回传Label 网页持续询问当前判别的Label ESP32S3会进行判别 然后再回传结果 这是ESP32S3流程图 它会持续请求Flag的数值 零代表目前没有影像资料 Flag等一触发后会先读取影像序列 然后透过HOG提取特征进入模型训练 模型判别出结果后再将其进行回传 我们使用T度方向直方图提取特征 特征提取的下一步是辨别类别 总共有21个模型判别流程如左 我们将电脑上的模型烧录到ESP32S3上 当网页收到有效的Label 就会进行互动动作 网页分成两个区块 分别显示怪兽与攻击区域 打败怪兽后会这样显示 这是网页的互动流程图 在载录的时候随机生成三道题目 并且初始化计数器以及血量 持续取得Label 如果是有效的 就会进行判别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败给你